张廷玉一边下街 一边嘱咐弟弟张廷玉 圣上如今刷新立志 最看重的就是秉公这个 正想着抓个出家的舞弊摊墨官员做法的 咱们家风讲究一个帘子 你少惹是非 与老爷子脸上体面有光 我在里头说话办事也踏实 哟 这不是杨孙韵吗 你几时来的 说着便趁吓人 怎么不禀我知道啊 你们这办的是什么差事啊 杨明石忙抢上前去 双手一一说道 不干他们的事 中堂两兄弟说话 晚生自当回避的 哦 那边举子们已等不得 都要过龙门这边了 这是你们共愿重地 一拜过孔子 连下官也来不得 鸽子 鸽子 真重吧 说着 将手一招 暗地里飞快抬出一城 竹丝软叫 张廷玉举手一一 忙忙上轿去了 张廷玉刚吃了酒 灯影下 看去似乎有点神情恍惚 止尽地晃了一下头 啊 哈 曾运大人 咱们进去吧 这时候头已经是一片灯笼 举人们 人手一展 黄黄游动地涌向一茶厅 杨明石在龙门口回头望时 头一个报名检验的 却认识 叫曹文志 第二个 就是在贡院街柏伦楼上 吃酒说笑的刘莫林 不禁 玩耳一笑 他触手袖中 却摸到了自己买的考题 心中又是一动 眼见张廷玉 已进了贡院龙门 忙跟了上去 早见 先已入内等候的十八房考官 还有礼部 从各衙抽来办差的监视厅 笔贴士 迷风 手卷 供给 对毒 唐禄 无所长官和立员 足有二百余人 都狐立在志工唐策 众人见两位主考 连媚而入 呼得黑压压跪下 一片声的祈祷 给张泰老师 杨泰老师请安 劳发重位了 张廷路看看东方的启明星 清晨的凉风袭袭吹来 他觉得心里爽快了不少 韩笑说道 请起吧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 张廷路和杨明石两个人注目会议 一前一后走向志工唐 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排位 恭行三贵九寇大礼 下头人众 依位分高低排班随礼 张廷路 竟然尽相谋事 为国家设计 秉公取势 不寻私情 不受请托 不纳贿赂 有负此心 神明共吉 这都是几百年一成不变的老套了 人人耳熟能详 也不足为奇 两位主考退下 接着便是共愿执事人一忙话 继文昌帝君 拜魁礼 请官圣帝君 各色甚杂 也不及细数 张廷路 是做过两刃这差事的 司空见惯 杨明石 却是见不得这些杂七杂八的 捣鬼弄神 看得满心都是不自在 因叫过宴席堂执事官问他 这里是庙绘吗 这乱纷纷的都是神旨 是做什么的 是孔圣人大 还是他们大呀 杨大人 宴席堂官 见他脸色不善 忙跪了下 这都是上辈看公院的 传下来的规矩 历来考场 最怕传瘟疫 这些个神旨 是专门请来 护佑贡愿圣帝的 杨明石听了一审 这里献贡着文宣王牌位 又是国家赤丰禁帝 用得着这些个吗 听我发落 来啊 在 把那个恩怨二鬼 给我拖上来 这 炸 几个牙医 张黄的对望了一眼 颤着声 答应了一声 仰着脸 看着这个 秀气刚毅的 年轻妇竹口 见他一脸 不容置疑的神色 只好下去 脱鬼 张廷路 对这些事 一向无可无不可 他一门心思想着 三二个 红石特意请他 关照的几个人 又怕被这个 愣头青副主考察觉 正争重见 杨明石突然来这么一套 不禁一愣 看十八房考官时 也都面面相觑 众人正没做理会处 几个牙役 已将两个指扎的草人 一个 妇态温柔满面笑容 一个 青面獠牙 凝雾可不 即恩怨二鬼 驾到了志工堂上 杨明石趴着一拍响 顿时勃然作策 物相公案 绕着二鬼夺了两步 眼封却扫向十八房考官 那些考官 哪个是心里没鬼的呢 见着寒林林 带着杀气的目光扫过来 人人心头突突直跳 却听杨明石冷笑了一声 这样的黎媚亡两居然也能在此作号 恩 谁不曾受过 怨 何人不曾有过 迟不报 早不报 偏偏要此时报 在哪件事上 报不得呀 偏偏要在国家轮才大典上 惩失淫威吧 本人 自树法受教 即读圣贤之书 怪力乱神 子所不语 六合之外 存而不论 大道之所在 岂容 邪鬼猖獗 他轻蔑地 盯了一眼两个执鬼 冷冷地吩咐 拖下去 打碎了 几个牙抑慌乱地答应了一声 拖着执鬼就往下走 供院常驻的执事 却最信这 忙上前打签 大人 这使不得呀 要 要 他看着杨明石 阴冷的面孔 下边的话 竟没说出来 要什么 要 要 要报应的 杨明石突然仰天大笑 厌有此情 岂有此理 巧最大 当堂一伙凡之 我看我是怎样个报应 要为此而传问意 我一身当之 于是众人不再犹豫 虚语之间 已将那二鬼打成一堆碎纸乱草 焰腾腾腾染着了 张廷路心里也是有鬼的 三二个密传了口题 叫他照应四个人 他自己也夹带了五六个 为此收银七千余两 被这个杨明石折腾的 心里七上八下 此刻回过神来 张廷路又觉得杨明石这人 盛气凌人 在智公堂坐坐这么一番 连个商量都没有 全部把自己这个正主考放在眼里 思量着恩怨鬼已成灰烬 张廷路突然大声吩咐 开龙门 开龙门咯 宴喜堂冠一声高呼 盘龙滑表中间 两扇朱七铜钉大门 压压洞开 举人们按贺名次序 一手提栏 一手丙烛 鱼贯而入 由七十区号板棚 监考续力 导演着对号入棚 肃然端坐 等着发卷 但见几十排挖顶板房 每人一间 每间三尺鱼阔 盐门各有一桌 上射笔架 盐墨用水等屋 此时真如群风入朝 恐恐露头身足 却是鸦雀无声 一派紧张肃穆 这边 张廷路将手一扎 二人至铜盆里灌起了手 同时向金盘中供着的御风试题 深深义攻 张廷路亲手拆了 略一看便递给了杨明石 杨明石接过一看 上头头场试题赫然端正写着 立者 一只河野 杨明石身上 抖得寒毛一炸 心立刻狂跳不住 眼睛上下 沈亮张廷路 一时方回过神来 成提立员 捧着提出去 杨明石强忍着心头的激愤 轻声出道 张大人 嗯 那两场试题呢 哦 不忙 烤一场 拆一提 张廷路养在椅上 常常透了一口气 你不知道 供院这些人 油锅里也要捞钱的 这时候一取出来 就走漏出去了 杨明石也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考题泄露 与这位大主考 不相干了 也许只是碰巧被 卖考题的财重一提 贸然声张 乱了考场 倒是自己有罪了 想着 杨明石便笑道 您是正主考 只管在这做道 尖邻各房事官 和考场事务的差事是我的 我出去看看 说币便辞出来 一路思量 只是犯狐疑 但是 接种而来的事实 无情的证明 杨明石买到的考题 确实货真价实 除第二场题目 与第三场题目次序 调换了一下之外 无疑自虚设 无疑自喘妞 第二天傍晚 杨明石满头紧张的 渗出秘密的戏谈 在志工堂 看张廷路拆第三场考题 当张廷路小心翼翼 拆开火气风头 徐徐展开时 杨明石几乎呼吸都停滞了 张廷路因关切的问道 宗月 你脸色很不好 是哪里不舒服啊 没有 没有 杨明石心头 砰砰冲跳 颤声地问道 皇上 出的什么题 一经理的 日月得天 而能九兆 张大人 这题 有毛病 嗯 我不是说 题目有毛病 杨明石脸色苍白的 毫无抉择 我说的是 题目 早有泄露 张廷路 吓得手一抖 黄涓表面的玉珠 从手上滑落在地上 见成题立员 在志工堂口探了一下头 忙白手道 你们别进来 你怎么知道 考题已经泄露 这件事 干系多少人身价性命 忘言不得的 杨明石弯腰捡起考题 又从自己秀中 取出 柏伦楼 买来的考题 对着看看 双手递给张廷路 大人 庆敢 张廷路 神色茫然的接管 只瞥了一眼 便一目了然 他的脸颊 急速的抖动了两下 心里 轰的一声 头胀的老大 东窗士 发四个字 闪电般的掠过脑海 顿时心乱如马 张大人 杨明石 却没有理会 张廷路的神色 自顾 沉吟着分析 这试题 是从何泄露的呢 出自玉璧 封在金窥 经上书房 直送贡院 鱼交火器 密尖 而居然 全部泄露在市井之上 公然买卖 于九四之楼 真是不可思议啊 大人 您 有什么高见呢 啊 啊 张廷路 这才从 竞争中 唤醒过来 便觉得背上 又湿又凉 已经是汗透内衣了 思量着 他瞥了一眼 杨明石 欲言又止 此事揭露出来 一定是三二个 红石的手脚 连带着 就要引起 红石 红利 红昼昼 三兄弟之间 争备太子的大事 三二个 素来与龙科多 交往过从诡秘 龙科多似乎 正在向八爷陨四靠拢 丝罗腾蝉 连绵不断 涉及的都是 天字第一号的人物 随便哪一个 抬起脚来 也比自己人高 想想 无计可施 不论如何 先掩住再说 也咽了一口气道 哎呀 这个 我是对天可表达 但这事都出来 绝非小可之事啊 恐怕 株连道许多 天皇贵胄 龙子奉孙 也未可知啊 宋运公 天下奇能之事 多得很啊 也许有人 料极在先 才中了题目 天下偶然相合之事 也难胜辱 也许是瞎猜猜中了他 孤正不利 我们这里掀出去 历时震惊朝野 牵动全局 不可不慎呢 再说了 出事考敌在前 举发舞弊在后 头一条 我们两个就担着血海般干系 还有十八方考官的身价性命 都在里头 不宜贸然举发的 杨明石惊觉的闪了张庭路一眼 张庭路所有的见解都有道理 唯独我们两个担干系 说的超乎情谱 主考举发场外买卖考题 天经地义的事 担什么感系 再说 又是什么 出事考题在前 举发舞弊在后 竟似埋下伏笔要诬陷自己 这就狠得有些蹊跷了 目的又想起张庭裕 现为首辅相辰 言之不是他们兄弟二人作弊 这个外表温存深沉 内心极为自傲的青年富竹口 历史有了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咯咯干笑了一声说 进贡猿那天我们两个对天蒙过事的 这事不能想人情啊 要想天理 获罪于天 无所导也 我要立刻拜章 奏请皇上 暂时恩科考试 或者立刻换题重考 这件事不能从也许上头做文章 也许皇上身边有奸邪小人呢 也许我们这颗考试中有纳会收受 要钱不要命的神间巨度呢 张廷路听着这些话 句句都是寒沙摄影 字字都是诸心利刃 恼羞成怒之余 横了心了 觉得与其知乌遮掩 不如以功为首 阴也板起了脸 横了一声 哼 我倒为你好 你反而步步不饶人 似乎是我张某人心怀鬼胎 你败章只管败 我也要递奏折 头一个就参你 杨明石勃然大怒 豁得起身 你 你 你参我 对 参你 我有何过错 此时 我懒得和你扯淡 你等着读我的奏折吧 二人声音越来越高 早就惊动了外头伺候的人 成提官 早等的不耐烦了 听里头两个主考 大吵起来 忙一步跨进去 刚打签 便听杨明石力声道 现在立即停考 贡院的人意 全都出动 包围搜納贡院街的伯伦楼 一体勤拿了那里的人 送顺天府听审 张廷路咆哮 这里的主考是我 张廷路 你八户犯上 不是一天了 还有点规矩没有 听我分头 第三场考题 即刻下发 照常考试 派人知会顺天府 锁拿伯伦楼买题之人候审 他说着 亲自挽袖摸摸 盯着杨明石 冷冰冰的说道 即使你当了正主考 再来发后施令 年轻人 你还差着火候呢 杨明石这才蒙醒 自己的两条指令 一条也不占理 正主考是张廷路 自己无权决定 立即停考 供院 不是司法衙门 更不能越过顺天府 竟自查封 伯伦楼拿人 杨明石 不禁身毁自己冒状 不但给了这个老奸巨华的张廷路 留了擅权的把柄 而且这一来走漏消息 伯伦楼的人 还不走个精光啊 正在发急呢 东考区奸厂疏力 拿着豆腐干 大一个小本子进来 向张廷路饼道 第自十二号 贵阳 孝莲 郭光森 携带四书一本 杯子查出来了 请大人 请大人发落 张廷路一边文不加点的写自己 参合杨明石的折子 头也不抬 冷冷说道 你是办老了事的 这事由他房官处置 这是我主考官该管的差事吗 书立裴笑说的 这是十一房官张风兰大人该管 原本该赵竹出考场 听说这一科出了泄露考题的事 张大人 没有的事 张廷路盯了一眼沉思不语的杨明石 恨不得过去一脚踢死他 口中却说 不要听信谣传 一切按规矩办 竹出那个姓郭的举子 贴了他的卷子 将饭油发文贵州府 罚他停考三年就是了 举人受罚 尚且能出考场 我为什么不能呢 一个念头飞快闪过 杨明石顿时得了主意 待书立出去 杨明石也不言声 至暗前将自己的文房四宝收拾 叫我从人便说 你去给我备叫 正在写奏折的张廷路 抬头看了看 哼 这是什么地方 你想来就来 想去就去吗